夏天,是雨的季节,是雨的主题,是雨的盛宴,是雨的舞台,雨,是自然界最美,最柔,最凄凉的景致,雨,是上苍恩赐人类最宝贵的财富,雨,是滋润万物的穷降绿叶,雨,属水,她缠绵,柔弱,清零,单纯,洁净,且执着,忠情,宽容,她慷慨大方,轻毛而显,洋洋洒洒, 细细粒粒,细笛尘是浮沉,冲刷世间钢丧,浸润花草树木,浇珠万幸良甜,灌满湖泊水库,充盈大江小河,四季的雨不尽相同,各显姿态,各有风雨,春雨缠绵,她是那么丝滑柔软,温情默默,与喜爱的人结伴而行,漫不于雨自飞扬的柳堤,营造一份浪漫氛围,编织一段浪漫故事, 当起一份浪漫情怀,下雨借意,她是那么极简果断,热烈慷慨,伴着电闪黎明,倾盆而下,寒暢淋漓,飞溅的雨点,敲打着屋檐窗台,宋大镇镇清凉,秋雨潇洒,她是那么自在调逸,书方随性,飞飞烟雨,朦胧悠然,给人自由想象的空间, 感悟成熟雅致的魅力,冬雨沉重,她是那么冷峻漠然,无情编织,在寒冷的雨水中,追溯往西,终将勾起逝去的那份忧伤与惆怅,还有那份依恋雨不舍,叛雨,尤其在炎热的夏天,七月的阳,燕凉高涨,暑气袭人,持续走高的气温,闷热潮湿的压抑, 让都市膨胀嘈杂,阳光下,人们步履匆匆,汗流加倍,期盼一场景微的下雨,便是人心所向,众望所归,终于,某个夏夜,那场闪闪来迟的夏夜,降临而至,密集的雨点,掠过高楼大厦,飘过大街小巷,遏制了都市的喧哗,静静了时光,霓虹灯下的都市, 静泻雨后的那问清心和静谧,赞雨,尤其是夏天的雨,夏天的雨,像一位干练的女子,风风活活,雷律风行,豪荡大气,爽懒豁达,身性活泼,灵气十足,她往往以迅雷不及眼耳之势,从天而降,瞬间铺天盖地,会流成河,令人惬意,心悦成福,她喜欢用层次分明的节奏, 惊愿万物,或用柔软的掌心,抚摸花草与鸟,或用纤细的手指,盘起青山绿水间,或用绵柔的御手,撒下涓涓与丝,还星空一片湛蓝,还大地一份洁净,还人们一阵清凉,喜欢夏雨雨后的那般静来, 喜欢惊吓雨,体刷过后的那棵树,那醋花,那猪草,那片叶,张写出的那般甜淡与芳心,散发出的那份淡养与幽香,与后的小镜,失路正亮,凉意稀稀,漫不其中,一抹清律,映入眼帘,一缕凉风轻浮脸庞,一种源自肺腑的宁静,与大人顷刻润透心甜, 一份醉意齐来,缓缓沉浸在人与自然的纯净与和谐氛围,睡意朦胧,坐在窗前听雨,任由姿势融入缤纷雨丝,随风飘逸,放昔的一幕一景,渐渐浮现,雨中的浪漫,雨中的温馨,雨中的惬意,雨中的艰辛,雨中的狼狈,雨中的惆怅,分叹而至,若隐若现,时尽时远,喜欢将一颗俗心,浸入思雨, 雨,静静聆听悠扬,欢快,轻眠,威婉,静柔的雨声和奏曲,听懂雨的温柔,雨的婉约,雨的思念,雨的情怀,雨的善良,雨雨的不懈之缘,雨声俱来,雨,激起了写作灵感,当起了蚊子妙想,此刻,我只想借用一滴雨的情怀,自引一颊悠然飘渺,和一曲越满稀浪, 并一种淡然雅致,万一缕夏日清风,抱住染香的心事,静下夏日的宜然,文章,幽静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